我们要把模具合上 然后把夹子锁上 大家仔细看 我们要把这个夹子锁上 这个夹子可以用木工压 或者其他的夹子代替 我一会儿再给大家放个镜头 这样大家就会使用这个模具了 把模具合上 这个夹子锁上 两边的力量几乎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开始倒驴船 倒满滤水 多一堆滤水一会儿要打出来 剩余的我们要回到这个锅里 多一堆滤水要打出来 不要看这个瓢烂 瓢烂一样可以撑滤水 现在我们送掉这个夹子 然后这个模具应该差不多都冷却了 把模具上壳打掉 一定要注意啊 两边都要松掉 可以使用木工压或者其他的夹子都行 松掉之后你看明显的我们敲了一下 感觉上它就已经硬了 所以把这个模具打开了 稍微蘸了一点水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 这个方法就是让锅底尽快冷却 然后我们就可以脱模了 好 然后我们重复上面的步骤 把模具合上 让我看清楚了 因为不顾不动是吧 摸在上面的步骤 我看清楚了 对 对 这就是这种画不动的 对